在等待的時間,我決定去吃點東西 我又安襯了這間 這間就是漢牛漢堡包 也應該是樂天企客集團 樂天這個品牌是以韓國非以上之常 你喝的汽水、百貨公司等品 全部都是這個品牌 今天我吃了這個 跟上次的品牌有少少不同 是一個和牛漢堡包 和牛?不是韓牛 是和牛 即是日本人 跟薯條 還有一杯飲品 這個餐 大家猜猜多少錢 五秒時間大家猜猜 看你猜猜猜中 這個餐成為1萬元 對港幣是多少呢? 70元左右 在機場吃了半條位 因為我在外面吃都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不是說因為在機場 所以就貴了少少 由於我一班機 就五點鐘才在這裡出發 現在是當地時間十二點 還有相當長的時間 機場卡卡那邊 直到沒有人幫我檢查 那我還沒拿到機票 所以唯有吃點東西 出現都幾寒冷 那些綠度 我都又還風還雨 剛才幾經辛苦 才來到這個機場 又要搭壁士 又要搭機鐵 幸好機鐵都幾方便 幾侵 只要走兩條輸送帶 再下一條扶手電梯 就會去到下面的入境那一層 然後就可以坐升降機 上來這裡 都幾方便 我都給機場快線 當然也有些人會選擇 搭巴士的士 釋除轉變 在離境大堂 一走出去 就已經可以坐 但是 速度上 我覺得搭機場快線 一定是最快的 因為即使他們也有機會 失車 機場快線一定不會 就和香港一樣 搭機鐵一定是去機場最快的 除非你的的士真的開得很狹快 又或者你是由香港站出發 可能你會和的士的時間差不多 有這個可能的 價錢上 真的相當之划算 只是用了2800W就由雲大站來到這裡 是非常之便宜的 由我本來和的士路討論價錢 由4萬W上到8萬W 這麼貴的情況下 突然便宜了很多 所以我將T-Money 現在仍然有少少少錢 我現在就打算 在這裡的便利店 或者看看有沒有東西 可以買給大家 又或者我會留回少少少盆川 將來有機會去韓國的時候 也有機會回到 好了 在這裏 先說到這裏 回到香港再和大家聊天